字幕 Me 字幕 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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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拍的影片 我一直都不太敢拍 關於BLW 為什麼我說不敢拍呢 因為始終這個議題 也有太多支持 反對的聲音 我自己同時 然而BLW的經驗 我自己不是專家 如果我有甚麼錯漏 歡迎大家在留言提點 或者大家去做討論 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我亦都說回 我自己的立場不會說我支持BOW 我就會反對傳統餵食 我只會覺得哪一種方法是更加適合你的寶寶 餵食亦有吃得很厲害的寶寶 所以希望這條影片我們不會有太多的爭執 或者是希望大家理性地討論 很多人都會問到底甚麼是BOW BOW全名是Baby Let Winning 它是一個嬰兒自主決定斷奶的方式 不論餵食或是BOW 其實他們最後的目的都是為了寶寶可以自己吃東西和斷奶 當中是一個過程 家長可以選擇哪一種方式比較適合自己的小朋友去學習進食 平時你們一般理解就會是寶寶自己拿手吃東西 其實BOW最主要就是希望他們多探索食物 可以探索到食飯的樂趣 令到他們喜歡吃東西和可以自己懂得吃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最終的目標 到底是甚麼情況下寶寶才可以開始BOW 如果你的寶寶已經去到六個月大 牠可以坐得直 頸又可以伸得直 對食物又有興趣 亦都沒有了這種吐舌反應 即是有些寶寶一放夜口就用舌頭頂出來 這個反應已經消失了的時候 就已經是差不多準備好可以開始進行BOW 我自己會追加多一點 我覺得如果牠是個比較喜歡吃東西的BB 而且牠體重方面不是偏低磅數的BB 我覺得會比較適合BOW 因為始終一開始BOW 頭一兩個月都會有輕微的跌磅 所以磅數都不錯的BB 應該成功率會更大 到底我們開始BOW之前要做甚麼準備呢 事前要做的準備其實我覺得都頗多 我覺得你可以由BB四五個月開始去惡補一下 找一個正確的BOW觀念 你可以在網上有很多資訊 其實現在 然後你又可以看書 書我都會推薦你看這一本 這一本 其實粉藍色這一本 因為有中文版 一來二來講了一個很正確的BOW觀念 你的觀念對 我覺得是比他更重要的 一定要父母家長的觀念正確 你去BOW才會順利 我覺得這本書都很建議大家去看 它裏面除了觀念正確之外 會教你怎樣去做些食物給小朋友 遇到疑惑的情況要怎樣做 一本書我覺得已經很足夠 當然還有其他英文版的書 你都可以去找一下 或者可以去Facebook 其實有很多BOW的群組 做了功課上的問題 我相信有很多家長會願意去幫助大家 如果可以 略懂急救會更加好 因為怕你遇到突發情況的時候 不懂得怎樣應對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有時間去 去考一些急救課程是最好的 如果不是的話 也無必必須一定要上網看這個急救法 當BB遇到緊真的情況 你都知道可以怎樣做 這些就是我們要做的準備功夫 當BB真的可以開始吃 他已經六個月了 坐下又好 頸子又沒有 又對食物有興趣 我們真正開始BOW的時候 都需要一些工具去幫助 例如要有餐椅 一張好的餐椅 我覺得值得投資 因為BB要坐得夠好 而且每一餐都在BB凳上吃 所以他最好選擇一些比較好的餐椅來用 然後要有一個餐盆 餐盆最好可以吸住 可以吸住 不要太容易讓BB推翻的餐盆 還有我會鋪地布 因為BB會吃得很髒 每一天去拖地抹地 是非常浪費時間 而且сти很麻煩 如果你有一張地布鋪在餐椅下面 把地布放在裡面 其實我會有時候都不會浪費 因為膠桌布很乾淨 所以我還會給它吃 不會太浪費 如果有膠桌布 煎完後一次包氣 掉到地下的垃圾 也是一個很好的清潔方法 但不好的地方就是比較不環保 一定要有口水肩 我建議大家買口水肩 有一個兜兜的 就可以盛著掉下來的食物 不用收拾得那麼辛苦 其實很多人都問 怎麽BLW會容易成功呢? 我有少少經驗 希望分享給你聽 它算不算成功例子 我不知道 但是它可以自己吃東西 我們從來都沒有餵 不可以說從來都沒有 有些時候去旅行 或者不方便的時候 我都會餵過它吃東西 但是它已經是掌握到自己吃東西的技巧 以及要怎樣做 間中一兩餐餵是沒問題的 以我經驗怎樣容易成功呢? 當然如果它是一個吃貨的底子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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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又會誇張地吃東西給它看 表現得我們在吃的東西很好吃 所以它很少開始已經對食物有興趣 另外就是很需要加長和長輩的支持 當時我跟我老公都商量過 我有解釋給它聽這件事是甚麼 要怎樣做 有預先告訴它會有多差 吃東西的情況 即是會多髒 會跌綁 會怎樣 但是我告訴它 如果我們成功的話 它是可以懂得自己吃東西 它可以自己享受吃東西的樂趣等等 同樣的觀念 我灌輸給我的媽媽、爸爸、老婆婆婆 然後全部人都要告訴他們 表達到底是甚麼事 我都很記得最初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或老婆婆婆 看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很緊張 很怕它會近身 在它一邊吃的時候 我都會解釋給它們 其實它現在吃東西很軟 要預先跟它們惡補一下 BLW的一些觀念 需要一些時間去說服 我都很開心 就是我爸爸媽媽和老婆婆婆 都很尊重我這個決定 所以由善宜自己 BLW開始 我們外出都沒有餵過它吃東西 他們亦都覺得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亦都沒有告訴我 這個我真的很感謝他們 一定要有家人支持 如果家人有質疑 不相信你的地方 或者是反對的聲音 其實BLW都會比較難成功 我自己覺得 亦都需要一個穩定的時間表 當中要有穩定的小睡時間 穩定的進食時間 以及你要對你的寶寶有信心 雖然開頭有一段時間 它會令你很崩潰 扔,不吃,發脾氣,哭 都會有這些情況 但你要相信你的寶寶 可以證明給你看 它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每一刻都要看著它吃東西 不可以放任它 它在吃東西我就走了 你一定要看著它吃 最好是可以跟它一起吃 它看到你是一斤一斤的吃 或者是一口一口吃的時候 它其實在做一件事 就是在模仿大人 它就會有一個模仿的目標 它會更加想嘗試 去拿這些東西吃 放進口裡 這些我覺得會有幫助的經驗 初段它可以吃到的東西 我覺得不算特別多 但已經足夠它吃到 掌握到基本的技巧 例如有菜心徑 西蘭花 牛油果 香蕉 秋葵 折瓜 冬瓜 西瓜 蛋黃 這些都很適合它初階段 去學習的時候吃 當然我建議大家每一樣食材 都可能先試幾天 然後再轉另一種食材 不要一次過給太多食材 一種一種來 它吃得好了 你給另一種 它都吃得好了 兩種加起來給它 那個份量就不要太多 它吃到多少你就給多少 如果你給它一盤東西 其實它是不知如何入手的 而且它吃不完會有挫敗感 自信心其實在BLW裡面 可以培養出來 它吃得好 它吃得完 有人讚好 這件事會令它更加有信心 去做這件事 會吃得更加好 如果你給它一大盤 它 我吃也有很多 我吃也吃不完 它就會有挫敗感 所以我覺得份量也要 因應你寶寶吃到多少 就給多少 不用過多 然後第二階段 它已經吃得好些 可能大概八個月或以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給一些類似肉類 即是可能是雞牛條 豬 牛 魚 魚 蝦 豆腐 飯 車車粉 螺絲粉 都可以 粟米 完整的一隻蛋 因為它要看有沒有蛋白敏感 或者煮一些Pancake 給它 都是不錯的選擇 以上這一堆的食物 其實真的 你輪著做 都基本上可以滿足到 它去到12個月大了 還有一些 薯仔 番薯 番茄 那些 每一樣食材 基本上它都可以去試一下 越比得多 它 就是它越試得多 其實是對它更加好的 主要的烹調方法 其實都離不開 是煮 蒸 煎 或者焗 最初我都很少會煎 和焗 白煞 和蒸 它吃了半年 是沒有味道的 因為沒有調味 所以它是吃到 食物原本的味道 亦都看到食物原本的形狀 這一樣東西 也是BLF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希望它探索到的 其中一樣東西 其次要留意的是 食物的形狀 大小 和軟硬度 一開始 你可以給一些 切到好像手指狀 大概這麼粗 這麼長 尺寸的 瓜 菜 給它試 它就會很容易拿到上手 而且很方便 吃 當然軟硬度 也要留意 不要太硬 太脆 太爽身 給它吃 最好軟 你要慢慢了解 你寶寶喜歡的喜好 如果它不是很喜歡 那麼軟 你可以實在 沒有那麼軟 再給它 除了小狀 其實粒狀也可以給 但是不太早 就像我女兒一樣 可能十個月到一歲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沒有再切小狀給它 那我就切一粒粒給它 但是如果你是很小 或者是剛剛開始 絕對不要給一粒粒 一粒粒的食物 它是很容易接近 所以都是給小狀 當它吃得好 你可以慢慢改變食物的形狀 給它也可以 簡單說 BLF裡面都是什麼 我自己不如分享我的經驗 當時善逸就半歲大 剛好半歲的時候 它就已經懂得坐 六個月的第一天 就正式跟它開始BLF 當時都是給菜心狂 每一下 它就滿滿滿滿 吃裡面的肉 就只剩下一個層衣 它就吃不了 太硬了 然後它就一直這樣吃 吃菜心 西蘭花 牛油果 我想吃了一成個月 然後我才再加一些新的食物 例如南瓜、番薯 吃到八個月左右 其實它的期間 只吃很少東西 多吃 玩多吃 都要忍耐 忍耐過去 然後突然之間 八個月 突然之間 可以代到一餐了 慢慢就轉做 一天兩餐股 一天三餐股 慢慢到現在 其實當中你都會遇到很多 所以我擲食 玩 最重要是不要氣餒 除了不要氣餒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 要調節自己的心境 如果他不吃 你相信他會飽 我要再回答一些 經常性收到的問題 因為有很多媽媽 會問一些關於BLF的問題 我先抽一些回答大家 她說我寶寶不肯吃粥 不肯被人餵 那是否要轉BLF 或者是否應該要轉BLF 我覺得其實你可以試一下BLF 因為都是另一種方式去吃東西 但是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不可以說 你轉去BLF的時候 保持著有一兩餐都是胃 然後一兩餐BLF 這樣其實對嬰兒不是太好的 因為如果正統來說 網上叫做 是沒有半BLF finger food是finger food 沒有半BLF 我會建議大家 不要這樣 就是一半胃食一半 就是BLF 因為其實 在胃食的時候 他學到的東西就是 吞 直接吞 沒有嘴咀 而BLF他學的東西就是 嘴咀完再吞 如果他今天裡面 一天我又胃食又BLF 又胃食又BLF 如果萬一當中有一次 他以為BLF的時候 一放入口吞 他就會吞 他會增加近度的風險 所以這個我不是太建議 然後也有問 最初要給他吃 會不會不夠營養 多久才到達一餐 就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第一階段吃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給他試 每次就一樣 看看他吃得好再給 其實會不會不夠營養 很多媽媽都會擔心 因為他真的吃得很少 其實在一歲之前 BB的主要食糧都是奶 所以很多時候 BLF開頭 我們都需要吃完 再補奶給他 其實他開頭 奶已經可以給他很多養分 已經足夠飽肚和養分 他就會缺鐵 例如一些深綠色的蔬菜 裡面也會有豐富的鐵 例如菜心 西蘭花和菠菜 其養分都可以來自奶 當然如果他肯吃得更多 固體食物更好 一坐上餐椅就會發脾氣 吃一會就會不吃和亂丟食物 這件事我非常理解 因為善兒那時 他基本上是丟了食物四個月 你們幻想到嗎 丟了四個月的食物 其實是很崩潰的 但是他現在已經基本上不再丟了 地下的墊不會有很多垃圾 可能真的不小心掉了 而且如果你有看過他吃東西的直播 他現在不知道為什麼很好吃 他吃完那個粟米 還有一個粟米心 他會放在原本的隔 他吃得很有條理 他吃的桌子很乾淨 我不知道跟B.O.有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應該也略有一點關係 如果你引導 丟食物一定會 玩食物一定會 因為丟食物一來 他可以知道原來 他那個餐椅和地面的高度 原來會有墮落的效果 放手 這個是他自己測試中 一個空間感和一些聲音的階段 忍過他就可以了 忍過他之後 他真的突然間會不再丟食物 這個是真的 怎樣才知道他夠不夠飽 吃得夠不夠 他們知不知道自己吃得飽 其實你可以留意 如果BB的便便裡面有食物的殘渣 即是說他吃得到肚 夠不夠飽 這件事要問BB才知道 我自己的角度就是 我會相信他吃得夠飽 他就會停 好像善儀一樣 他吃人奶 開始 他也是一個自主的模式去吃 他自己喜歡吃多少 吃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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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他自己決定 所以他吃到飽 他自己會懂得停 而到了B.O.W.的時候 吃東西都一樣 他吃到飽 他也會懂得停 我是作職媽媽 多數都是姐姐和家人照顧BB 到底我能否走到B.O.W.呢 其實這個我真的 很老實說 我不太建議 如果你不可以自己看著BB的話 我不建議你走B.O.W. 因為無論你做多少功課 你學到急救也好 看著BB吃東西的 都不是你 他不會知道 如果BB近親要怎樣做 或者他沒有一個正確的B.O.W.觀念 其實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所以我都會建議 如果你真的想跟他走B.O.W. 最好你是自己 可以看著BB的時候去做 或者你真的很確定 你的姐姐或者家人 完全了解B.O.W.是什麼 給BB吃東西的尺寸 軟硬度都對 萬一BB近親可以怎樣做 他們是懂得處理的 這樣就可以了 但我自己不會試 我覺得因為責任在自己身上 萬一真的出了什麼事 姐姐 家人都不想 你也不可以怪他們 所以我覺得 都是自己看著最好 很多人都會怕 吃B.O.W.的時候BB會近親 但其實近親的情況很少 當數遇到是Gagging Gagging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防止自己近親的機制 而BB近親的機制是比較前 即是說他未去到噎到喉嚨位 已經會有一個作嘔的反應 這個就是Gagging 那他作嘔的時候 我都明白很多家長一定會很擔心 第一次見的時候 真的很害怕 冒冷汗 當BBGagging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個 好像想吐出來的反應 你要做的就是 冷靜地看著他 其實你只要看著他就可以了 因為他們是會懂得 把那個 堵塞住他的食物 是Gagging 開頭的時候我就會看著他 他自己會解決到這個問題 不用太擔心 你亦都不要表現得太害怕 因為你害怕的時候 BB就會害怕 他會看你的反應 去給予反應出來 所以你要冷靜一點 到大一點 他懂得Gagging 你會做一個 假裝Gagging的動作 例如Gagging 然後他就會懂得 用舌頭 如果 你看到他近了 然後他咳也咳不出聲 臉變色 他就近了 這個真的近了 你就要跟他做急救 幸好我們也沒試過 所以為什麼 剛才我說你要學急救 是這麼重要 如果你留意到BB 他有Gagging的反應的時候 他咳到有聲 他臉沒有變色 呼吸到 他應該自己可以解決到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 我明白第一次看到一定是超級害怕的 但是 你相信他 他自己可以解決到 基本上不會太常有情況 遇到他真的近了 學會急救 就會幫到你 今天這條影片 簡單說了 BLW是什麼 要吃什麼 有部分的資訊 亦有些少許Q&A 我相信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又會有一堆問題 如果你們對BLW有任何問題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給我 有可能我會再追加 拍多一條影片 再解答大家的Q&A問題 希望祝大家的BB 都聰明吃東西 不用令父母那麼煩惱 其實今天是母親節 也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今天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話 希望你們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